确诊胃癌的第三天 我给自己选了个坟 据说风水特别好 可以保佑我来世 不再做被人嫌恶的真千金 不再被人抢父母 抢哥哥 抢一切 不再 没人爱 我烧掉了照片 衣服 抹掉了所有我存在过的痕迹 然后割开手腕 躺进了浴缸 安然等死 目的中心 却突然给我来了电话 路小姐 实在抱歉 两个中介撞了单 这坟 同时还卖给了另一位先生 您 方便挪个坟吗 看到这里的宝子们要发财了 财神给看视频的宝子 送了八个月财运 给财神点赞后 并评论区发送谢谢财神 财神就会多送两个月财运哦 宝子们快来试一试吧 我他妈不方便 听说过挪车 挪窝 有让人挪焚的吗 气血翻涌 我猛地从浴缸中坐起来 染成鲜红的血水 四肩落地 满脑子的脏话 起起涌向嘴边 出口时 却又习惯性地压了回去 我亲眼看着合同录录的系统 绑定了我的信息 啊对 墓园的人语气十分抱歉 但顾林先生同时也签了合同 所以 所以 系统上没他对吧 我单单开口 打断了对方 不好意思 不方便挪 之前一家养两女 我没抢赢 父母和哥哥成了人家的 现在一分两麦 那分明明白白都在我名下了 总不见得还抢不过吧 电话那头安静了一瞬 在开口时 却换成了低沉辞性的陌生嗓音 陆小姐可以随意开假 多少都可以 算是我对你补偿 眼前因为失血而有些发黑 我伸手服了服眉心 定了下神 这不是钱的事 我着急用 但墓园这边 却显然也是 更像着这位 听起来似乎很有钱的金主 语气商量的跟着劝我 陆小姐 咱家配置更好的墓位 真的还有很多的 顾先生她 的确更需要一些 您看咱再急 也不差这一时半 顾先生是自己用吗 我的突然打断 让对方微微一愣 但我也没等他们回答 垂眸盯着泡在 血红温水里的手腕 悠悠放出了自己 最大的竞争的优势 声音很轻 我正在割腕 今天就死 真的着急用 您就别跟我抢了吧 或者您实在喜欢 咱俩拼一拼 电话那头 骤然安静了下去 我同样没再开口 在心中大体盘算了一下 感觉还是下午就火化 当天就下葬 更稳妥一些 这个风水饱坟 我志在必得 但这样一来 我必须得确保 我死后 有人立马给我收尸 多半天都耽误不得 咬了咬牙 我拿起放在浴缸旁的手机 给微信置顶的那个群聊里 发去了消息 元 家人们 我准备自杀了 元 能辛苦 你们谁有空回来 帮我收下尸吗 元 爱了所有人 没有提位爱一个字 我将消息发送出去 只是几秒后 就收到了提示 爸爸退出群聊 苦笑一声 我垂下谋 心想 刚好 等安排好了收尸 就把群也解散了吧 反正 他们也有另一个家人群 没有我的家人群 电话那头 顾林青可以声开了口 语调里带着震惊 由于与甚微交织而成的复杂 陆小姐开玩笑的 把 鲜血刚好顺着手腕下流到手肘 滴落在浴缸水面 发出清脆的啪哒声 代替了我的回答 电话那头 在瞬间又一次安静了下去 然后下一秒 背景音里的风声 突然大了许多 我却没顾上细听 因为眼前的晕眩感越发严重了 群里却还是安安静静的 一直没人回复 我抿了抿唇 干脆直接拍了张雪露模糊的手腕照片 发了过去 原 抱歉 没办法了 原 墓地这边在墙位置 真挺急的 原 就离我一回吧 最后一次了 行吗 汪汪 手机在十几秒钟后 传来轻微的震动 意料之外的 有人回了 大哥 一 哦 一 去你妈的一 原 感谢您 松了口气 我退出见面 正准备卸载掉微信 手机却又突然震动了几下 陆佳佳 姐 对不起 我这就让爸妈和哥哥们回去 陆佳佳 大哥工作忙 还是别麻烦他了 三哥 回去个屁 三哥 闹这一出 不就是因为他今天生日 但咱们陪佳佳出来郊游了吗 三哥 都说了晚上会回去陪你过 陆思源你 还要怎样 三哥 非要拽着全家都不开心才满意 一天不装你能死 心口猛的一抽 我敏敏唇 苦笑出声 原 能啊 这不就要死了吗 陆佳佳 父母将我意外弄丢后的第三年 为了承载对我的思念与愧疚 从公安院领养回来的养女 按道理 算是我的替身 但我却从回到陆佳那天开始 就一直在羡慕她 能成为拽着全家人 走出阴影的阳光 不像我 带着被拐卖虐待后的种种后遗症 少调失叫 吐气怯懦 粗鄙局促 让他们在时刻 对我感觉到愧疚的同时 也对我多了份压抑的疏离与拘谨 客气到 我仿佛是这个家里常住的客人 而不像是陆佳佳那样 可以跟他们说笑 撒娇 打闹的家人 这些年来 我一直在努力的想要贴近他们 融入这一家 想要消弭掉那七年缺席带来的疏离 想要 他们爱我 可不论我怎么讨好 他们始终都更偏爱着陆佳佳 甚至渐渐误会成我在嫉妒 在欺负 在故意跟陆佳佳争宠 对我越发厌恶 直到那天彻底崩裂 我们已经厌过了 你要评理装的是维生素 所以你隔三差五 到底是在胃疼什么 利用我们对你的愧疚 唬着全家供着你 好玩吗 跟佳佳争宠 好玩吗 嗯 不好玩 所以我现在胃癌了 要死了 再也不会欺负他们的宝贝佳佳了 这个家 我不要了 妈妈 思源 你怎么变成这样了呢 妈妈 要怪就怪妈妈吧 别这样了 妈妈 妈妈这就回去 三哥 妈 别管他 谎话连篇 自杀是吧 行啊 去死海里吧 三哥 省得脏了家里 还麻烦我们收尸 三哥 以后家里就当没你这人 停顿了十几秒的间歇 对面似乎犹豫了一下 但还是将消息发了出来 三哥 有时候我甚至都希望 你当年没回来就好了 手腕的刀口 在瞬间传来撕心裂肺的疼 明明刚刚割的时候 还没疼到这么受不了来着 疼得我突然就红了眼眶 眼泪不受控制的流了下来 陆思源 可能是因为 久久没得到我的回应 电话那头的顾灵 突然喊出了我的名字 声音欲沉 强硬的厉害 背景音里风声呼啸 说话 知觉在瞬间又回到了身体 我垂毛眨了眨眼 急忙按压住手腕进心端 慢慢从浴缸里站了起来 笑着闭了闭眼 焚给你了 我用不着了 袁 哎 好的 听您的 墓地绑着我的信息 所以需要双方见面 先转让协议 我干脆把见面地址 订在了医院 毕竟这割案的时间挺长的了 不来包扎一下 我可能都撑不到去投海 死路上 不还得麻烦人收尸吗 但我没想到的是 顾林明明应该是从郊区墓园 往这里赶的 却居然只比我这个在市区的 打了十几分钟 中介看出了我的疑惑 抹了抹头上的汗 顾先生一听说您在自杀的时候 就找我发了名资料上留的家庭住址 开车往市里赶了 超速了一路 门言 我压抑地看向了 他身侧那个沉着脸的男人 一身白屁 衬衫外套 配休闲裤 个子很高 身姿挺搭 倒是挺没轻木秀的一个人 你也刚到 顾林微微喘息着看向我 走 找护 请007号陆思源到诊疗室就诊 请007 机械的播报声响起 打断了他的话 顾林露出震惊的神情 不可置信地看着我 你这情况 居然还排队挂号 我盲人点点头 啊 对 对啊 反正也不太着急吗 就别占用急诊医疗资源了 陆思源 熟悉的 带着亚异的清冷声音 在身后不远处响起 我闻声回头 却没曾想看到的 会是陆青瑶 陆家二儿子 我的二哥 是医院优秀的青年内科医生 他怎么会出现在人民医院 而陆青瑶显然也没想到 叫好气里的陆思源真是我 眉心微皱 脉步朝我走过来 手里的手机屏幕还亮着 看着那聊天见面 好像有点像群聊 不会是 是知道我今天来人民医院开研讨会 所以特地来做戏给我看的 嗓音里带着疏远淡漠的责备 陆青瑶的视线 扫过我那简略包扎着的手腕 眼底闪过一丝失望与不耐 胡闹总得有个度 陆家三个儿子 大哥从商 二哥从医 三哥在车 离起三哥的嘴毒 大哥和二哥的工作更忙 性子更淡 对我的态度 其实大多都是冷漠 所以听到他这话 我其实反应并不大 反倒是一旁的顾林皱起眉 镜子上前一把拽住我 将我带进了诊疗室 摁到了桌前坐下 医生 急诊 不能再耽误了 说着 顾林视线悠悠 瞥了一眼门外的陆青瑶 越发紧了 在原地站了十几秒后 骤然冷吃了一声 你这出 也就家家会信了 他实在放心不下你 已经在催着爸妈回城了 如你所愿 现在全家都不开心了 满意了 说完 视线再次扫过我的手腕 陆青瑶的毛子沉了沉 却也没说什么 像是赌定了 我会乖乖跟上似的 转身便朝着门外走去 而就在这时 读取了我诊疗卡信息的医生 突然惊讶地出了声 你得的是胃癌 这病得去肠胃科 你挂外科可不顶用啊 整个诊疗室瞬间一静 顾琳拉着我手腕的那只手 猛地顿住 门外的陆青瑶也停下了脚步 但与顾琳的震惊不同 她的脸上明明白白 是不耐 是冷吃 先是自杀 再是胃癌 陆思源 见好就收吧 再闹下去 你不死 可真就没法收场了 毛子微微一颤 我闽唇苦笑 自嘲班地点了点头 嗯 那我就去死 陆青瑶冷喝一声 疲惫地捏了捏眉心 语气里的不耐烦 已到了厌恶的临界值 开了几个小时的会 我很累了 没心力在看你做戏 陆青瑶的工作 忙且不规律 这些年 我早已习惯了 对他默默关心 少添麻烦 要搁在以前 都不用他说累 我自动就会上前关心 对他迁就讨好 但这回 我忍住了 静静坐着 没有动 只抬眸看向他 表情平静 那就早点回家休息吧 陆青瑶的表情 猛地正了正 眼神浮现出一抹 我看不懂的慌乱与茫然 转眼又恢复成了淡漠 随便你 有本事就说到做到 再别回家 心底平静得 如同脚不开的死水 我点着头轻轻笑了 哎 好的 听您的 听个屁 很突然的 站在我身侧的顾林 冷着脸开了口 动作很轻 却又很利索地 将我的手腕 拉到桌面上 递给医生 然后直起腰挡在我身前 转身看向陆青瑶 目光悠悠 神情不善 只说了一个字 滚 诊疗室的门反手关上 顾林拉了把椅子 在我身边坐下 没再说话 静静地看着医生拆纱布 我偏头看向他 主动打破沉默 转让合同给我吧 我现在签 也省得耽误他的时间 还得在这等着 顾林却没应 视线扫过我那 血肉模糊的争鸣刀口 抿了抿唇 抬眸回望进我的眼里 不是说着急用 怎么就让了 不回家的话 你去哪 这人 坟到手了不就得了 还问啥理由啊 跟逼供似的 我本想着 直接说用不着了 搪塞过去 但顾林的眼神 实在是太过认真且锐利 恍惚间 甚至让我有种撒谎 绝对终止不了话题的直觉 缓了口气 我只能无奈到 找人收拾太麻烦 所以我准备死海里位于去 坟就不虚 死 医生似乎是被我这诡异的话惊到了 绑纱布的动作失了力道 很勒了我一下 疼得钻心 医生怯然对我笑笑 抬手剪断了纱布 顿了顿 我愣了愣 随后笑着摇头 嗨 活够了 不差这三五年的 收回包扎好的手腕 我起身偏头 本想再跟顾林要一下合同 视线却无意间 披过了他身后的中介 眨了眨眼 我突然反应过来 这俩人 好像是空的手来的吧 所以 转让合同进呢 顾林的神情一顿 薄纯微敏 谋色有些灰暗莫变 思索了几秒后 缓缓开了口 陆思源 咱俩拼粉吧 可能是失血过多 但更可能是因为 顾林这话太过惊人 我的眼前黑了一黑 吻了足足几秒的心神 才终于找回声音 啥 不是你说的吗 顾林勾唇笑笑 实在喜欢的话 咱俩拼一拼 我觉得 你这想法很不错 很适合我这个顾家寡人 以后逢年过节 你的亲属上香祭扫 磕头送花 我都能蹭上一份 挺划算的 顿了顿 顾林迎上我震惊到呆滞的目光 笑得温和 作为回报 我帮你收尸 如何 手掌抬起 摁住了心口 我向后缩了缩脖子 怎么 有点心动了呢 但我的情况 你应该也能看出来 我家人真不一定会去给我上坟 无妨 顾林却魂不在意似的 有个邻居作伴 就比没有强 说着 他站起身来看向我 脸上的神情 悠然随性 跟刚刚让陆清瑶滚时的高冷 截然不同 陆小姐若是不愿 我可以再找别 成交 我挑了一片巨美的海滩 落日余灰染透天边 海浪生生 很适合生命绚烂的终结 但我真是有点子后悔 跟顾林拼粉了 这哥 事儿推多 看完日落呗 不差这会儿 晚上的海水太凉了 干脆顺便看个明天的日出 再死的了 好好好 您收尸 您说了算 等日出的夜太漫长 湿血又容易犯困 我本以为再次醒来时 叫醒我的 必然是定好的五点半闹钟 却没想过 会是三哥的视频通话 时间 深夜十点三十二 顾林靠在车座上 睡得正沉 我轻轻打开车门下了车 视频接通 中目便是和家团圆的餐桌 陆佳佳众心捧月 坐在正中央 哦 大哥不在 陆思源你有病吧 三哥陆子玉眉头紧皱 语调气急 要死要活的 把全家都折腾回来 你人呢 亏佳佳还忙了一下午 给你做大餐 赶紧滚回来 挨着陆佳佳的妈妈 也随之她的口气 声音仍旧温柔 却难掩疲累与失望 思源 不闹了 回来过生日 好吗 爸爸冷哼一声 让长辈等你吃饭 书都堵到狗肚子里了 视线扫过那桌 明显开动过的大餐 我敏纯倾笑了下 突然想到了另一个问题 故灵收拾和我死 明明可以分开进行啊 我等他干啥 垂眸无语一笑 我敏敏纯 下一秒 决然迈开步子 水声翻涌 心底一片死寂 正在死呢 不回去了 门锁解锁 大门突然打开 西装革履的大哥 出现在了门口 视线扫过餐桌 换好鞋后 镜子走向了一楼 唯一的那间卧室 我的房间 下午开会忙 把路寺院忘了 他怎么样 还闹着磨 语调淡淡地说着 大哥伸手拧开了我的房门 屋里一片空空荡荡 我的物品早已全部消失 浴室的推拉门大开着 浴缸里一片血红 触目惊心 所有人都瞬间变了神色 身为医生的陆清瑶 反应最大 蹭了一下站起身来 快步进了房间 等看清浴缸里的血色后 倒吸了一口凉气 眼神迅速染上了慌乱 与不可置信 不 不对 这个出血量不对 他 他是真的想死 说完 像是要求证什么似的 陆清瑶急忙从兜里掏出了手机 手指做了几下翻找的动作 然后放大 视频隔得很远 我其实根本就看不到 他在看什么 但很莫名的 我猜 他应该是在看我发的 那张隔腕图片 我说呢 身为医生 陆清瑶真要是看了我隔腕的深度 怎么可能还会觉得 我是在演戏 原来 是压根没看啊 心底一片冷然 我仰了仰头 伸手准备将通话挂断 陆清瑶却突然夺过了三哥的手机 脸上几乎没什么血色 陆思源 别玩了 你回来 回家吧 或者告诉我你在哪 我去接你 海水气凉 淹没到腰 顾林说的没错 晚上的海水 是真凉了 我停住了脚步 视线终于落回屏幕上 单单与陆清瑶对视 回去 然后呢 继续像个寄居的外人 看着你们有多疼陆佳佳 可我们也没对不起你 三哥别扭的话语 透过听筒 清晰传来 更知道 我可能真得了 胃癌的陆清瑶不同 他的语调里 仍旧是认定了 我在作戏的笃定 但态度却莫名不再那么恶劣 家里挣多年 谁也没亏待过你 你没搞那些小仙子之前 谁没小心翼翼的 把你当祖宗供着 你非跟佳佳叫这个劲 做什么呀 是啊 他们从没亏待过我 他们只是不爱我 陆佳佳一次小感冒 全家哄着吃药 我闹到歌腕 都只换来一句的 挨了就死圆点 别麻烦我们收尸 这是我的亲爸亲妈 亲哥哥呀 我为什么不能较劲 我他妈凭什么不较劲 思源 陆清瑶的喉结 上下滚了滚 先回家吧 回家再说 真要是病了 二哥会救你 脚步不停 海水继续淹没身体 刀扎好的手腕被浸湿 丝丝的疼 我扯唇清笑 打断了他 陆清瑶 我早就没有哥哥 没有家了 陆清瑶的神情 狠狠僵住 似乎直到今天 才骤然想起 我原来已经很久很久 没叫过他们哥哥了 就在我的胃药 莫名其妙 变成维生素的那天 他们亲口说的 陆思源 我真希望 家家才是我们的亲妹妹 陆清瑶露出了 慌乱后悔的神情 摇摇头 声音微颤 不 不是的 那只是失望的计划 我们只是不想你 因为极度家家 在跟他 一只大手突然伸过来 将手机静止抽走 我惊讶偏头 却见顾灵不知何时 已经站在了我身后 月光映照着 他的目光沉沉 人会嫉妒别人的原因 无非是两种 一是觉得对方不配 二是因为自己没有 你们有能耐 说他嫉妒 但偏偏就是没想过 让他不缺 说着 顾灵冷吃一声 薄唇勾起 偏心就是偏心 扯这么多借口做什么 垃圾 动 手机随即丢入海水 溅起轻轻的水花 我的瞳孔微微放大 哎 不是哥 那好像说手机吧 扔这么潇洒的吗 陆思源 顾灵拉着我的手腕 静静地站在海水里 与我对视 却没再说什么 只轻轻叹息了一声 弯下腰 将我从海中打横捞起 牢牢抱在怀中 转身朝向岸边走去 我有个家 你来看看吧 要是喜欢的话 咱俩可以拼一拼 但当天晚上 我其实并没有 能好好看看顾灵的家 湿血加上受凉 导致我在车上时 就起了低烧 到了后 只能捏捏地窝 在温暖柔软的被窝里 看顾灵坐在床边 专注地给我拆纱布换药 我好像忘了问 我吸了吸鼻子 略微有了点鼻音 你为什么买坟啊 瞧着不像是有病的样子 顾灵抬眉看了看我 神色淡淡 未雨绸缪 就只是这样 我不太懂了 白天的目的中介 明明就说过 顾灵比我更需要那一份 如果只是单纯的未雨绸缪 不至于这么执着吧 你也看中她的风水了 未粉的风水 是我找先生 结合我的生辰八字算过的 应该并不是用于所有人啊 没有 顾灵轻轻扎好纱布 声音很轻 那坟的旁边 葬的是我父母 神情将注 我愣得猝不及防 几次张了张嘴 却完全不知道该说什么 顾灵被我的反应 逗得勾纯一笑 语调轻松 听不出什么悲伤 七年前轰动全市的 那次商场纵火案 他俩都在里面 为了 给我挑当上消防员的礼物 前阵子出任务 我也差点死在火场里 当时就想着 要是能活着出来 就在父母旁边买个坟 省得哪天意外先来了 来不及安排 然后 就碰上你了 说完 顾灵站起身 从旁边的柜子里 拿了几只玩偶 一只一只的排队 摆在了我的床边 站岗的安排好了 放心睡吧 最后一只兔子玩偶 放到了我的枕头边 顾灵拍了拍他的头 就封你做御前侍卫了 我忍不住笑出了声 修长白皙 骨节分明的大手 却随即落在了我的头顶 轻轻揉了揉我的发 努努力 再活一活吧 眸底泛起汹涌的酸涩 眼眶随即泛了红 我连忙别过头去 看向枕边那只憨憨的兔子 顾作轻松地笑了笑 明天见啊 我的御前侍卫 借着发烧 我窝在房间舒舒服服地 懒了三天 但顾灵却逐渐看出了 我逃避的意图 直接硬薅着我出门 想带我去医院 咯咯咯 我死死扒着大门门框 严肃对天发誓 我保证一定会按时吃药 努力地活 医院就不去了吧 胃癌中晚期 治疗方式的第一步就是化疗 嗯 不是很想 鹿 思 圆 顾灵沉下脸 一字一顿地叫出我的名字 揽着我腰的手 在暗暗用尽 我干脆松了双手 双手合十 冲她可怜眨眼 求求了 真的不想去医 话语停滞 我的脸色突然沉了下去 视线越过顾灵的肩头 开向了门口 不远处站着的四个人 不知何时来的 更不知来了多久 思源 满目憔悴的妈妈 迈不上钱 只叫我的名字一声 就流下了眼泪 我们终于找到你了 这些天全家找你 都快找疯了 你大哥二哥还在海边守着呢 你没事可真的太好了 嘴唇抿了抿 我没有说话 只冷对眼抬眸 看向了她的身后 红着眼眶 眼神中满是愧疚 隐约还带着点心虚的陆佳佳 气势不在 小心翼翼 短短几天 就像是苍老了十几岁的爸爸 以及神情晦涩 那些厌恶我的话 不是他们说的一样 哦 明白了 这是已经确认过 我是真得胃癌了是吧 生死面前 开始忏悔了是吧 我活着的时候不当回事 疏远冷漠厌恶 要死了 立马烟消云散 什么都宝贝了对吧 这嘴脸变得 可真比变天还快 我本想甩给他们 一气嘲讽的冷笑 胃里的恶心感 却突然翻涌而上 心田不受控制 我急忙扶住顾林 弯腰一阵阵地开始吐 最初吐的还是酸水 后面却已然戴上了鲜红的血色 思源 妈妈捂着嘴 惊叫出声 眼底迅速涌上眼泪 迈不上前想要碰我 却被我白手挡了回去 别 太恶心 妈妈的神情顿时僵住 愣在原地 露出了难受至极的神情来 顾林紧紧扶着我的胳膊 让我靠在她身上借力 手掌轻轻拍着我的背 声音很沉 必须去医院 我立马苦了脸 哥 不行 顾林抬眉 态度不容拒绝 但语调缓缓 去了回来有糖吃 走 我立马直起了腰来 这几天 估计是病造扩散 连累着胆汁反流 我吐完总觉得嘴里苦 想吃甜的 我自己的妹妹 我自己来吧 三哥露子玉突然上前 神情里带着浓浓的失落 但态度却坚定地伸出手 想从顾林身侧接过我 不用麻烦你了 胳膊往回撤 我皱眉躲开露子玉的手 只觉得她这一出 实在莫名其妙 那更麻烦不到露先生你吧 露子玉的身体猛的一颤 嘴唇颤抖着张了张 声音莫名很轻 露死 思缘 那天三哥说的都是气话 不是真心的 三哥跟你道歉 对不起 再怎么样也别跟身体置气 好不好 三哥带你去医院 检查完再带你回家 回家好好养病 我没忍住 扯出一声笑 脸上终于也挂上了 他们曾对我的疏离与淡漠 露先生这打脑论地回家呀 露家家里 我的东西已经全部销毁 我本人也听了您的话 去海里死了死 不用麻烦你们收拾 虽然没死成 被人捞了 但您完全可以就当我死了 现在站这儿的 是个野生的陆思源 说着 我目光悠悠 瞥了一眼顾灵 某人看着没什么反应 但其实悄悄勾起的唇角 比AK还难压 露先生 现在您可以如愿 就当家里从没有过我这个人了 露子玉的身体晃了晃 嘴唇已然湿了血色 在赛车场上肆意张扬 从来也没为什么后悔过的人 在这一刻 露出了后悔到无以复加的神情 挥败了神情 再也没说出别的话 只红着眼眶 痛苦地重复着 对不起 对不起 爸爸入侵随之卖不上钱 局促地对我笑笑 递给我一个崭新的手机 故作轻松 又带着讨好的对我说 没事没事 虽然生我们的气应该的 不回家也没关系 爸爸重新给你买了手机 微信也给你下载回来了 能 把爸爸加回来吗 好歹 好歹让爸爸能联系到你 行吗 说着 像是要证明什么事的 又从兜里掏出自己的手机 掉出界面来给我看 小心翼翼道 那天退群是爸爸不对 你妈妈已经把我拉回群里了 你看 爸爸在了 垂眸看了眼排在第一个的 我那粉粉的派大星头像 我抿了下唇 神情淡淡地向后退了一步 拉开与他们的距离 并肩站在了顾林身边 不必了 一个家与一个家人群就够了 这个群就散了吧 就像你们一直期望的那样 当走丢了的洛斯园 从没回来过 别再来找我了 真的很烦 他们不要我 我也不要他们了 你的微信头像是情侣的 另一半是海绵宝宝 车窗外的景色不停倒退 开着车的顾林 突然撞丝不经意地随口问了一句 我点点头 嗯 算是吧 跟谁 顾林的猴姐滚了滚 男朋友 跟我的QQ 我回答得自然而然 顾林却择了一声 拧紧了唇表示无语 我直接不服 干嘛 有了微信就不管QQ了吗 都是一个妈生的 就算QQ现在不如微信讨喜 也不能冷落他呀 说着 嘴里苦涩更盛 我侧过身来 靠着椅背 摊开手掌 向顾林卖乖求糖 顾林 我能先预知 把糖吃了再去医院吗 不叫哥了 顾林又又瞥了我一眼 我 有没有一种可能 那个哥就是个口头鱼 死哥非比哥 求给糖一颗 我冲顾林黑黑地笑 顾林顿时也跟着笑了起来 不行 笑容立即降在了脸上 我暗暗磨了磨牙 车子停在斑马线前等红绿灯 顾林伸手就敲我的脑门一下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 吃了糖不算空腹 就不用去医院了对吧 你答应了我的 不许反悔 小心思被戳穿 我晃着脖子扁扁唇 耍无赖道 我跟我的御前侍卫说的晚安 可没说答应你啊 顾林喝了一声 行 晚上回去就把那死兔子隔职 流放到垃圾站 话音落下 刚好绿灯亮起 顾林停了话头 抬手发动车子 车窗外的景色不停倒退 我俩的笑意垂眸轻轻道 对不起啊顾林 这下是真没人给我上坟送花了 这波拼坟 着实是顾林吃亏了 顾林却不在意似的 眉眼微弯 笑意温柔 那就努努力 活得肆意潇洒些 生前张扬明媚 死后不用别人送花 咱分头自己开 我的情况说不上特别好 检查完 医生留百结果说得很绝对 先安排化疗 联合局部治疗看看情况 效果好 能稳住的话 就可以做手术切除了 化疗 我哀怨地 坐在旋转木马前的长椅上 愁成了一朵蘑菇 哪怕是顾林 为了奖励 我最近勇敢打针 积极吃药 特地带我来的游乐园 我也还是很难开心 顾林去远处买考尝了 临走时 在我胳膊上借了轻气球 让我坐着等他回来 我想着 要不趁现在偷偷溜走算了 思源 压抑的 带着哀求的声音 突然从身后响起 我愣了一下 回过头 就看到大哥陆竟然正站在不远处 红着眼眶看我 跟大哥回家好不好 你生着病 总在外面怎么能行呢 家里好歹还有你二哥 你知道的 他医处很好 一定能好好照顾 我不禁轻笑 打断了他 视线看向了他身侧的二哥陆清瑶 我的病不就是在陆医生的眼皮子 底下的伤的吗 拖到晚期的胃癌啊 期间怎么可能一点症状没暴露过 可陆清瑶连陆家家痛惊时的脸色不对 都能一眼看出来 却愣是从没相信过 我是真的胃痛 我 我只是陆清瑶露出愧疚的神情 苍白着脸色张了张嘴 只是还没说什么 就被举着考尝 回来的顾林打断了 哥 我盯着考尝 眼睛一亮 顾林冷冷地扫了陆家一起来的这几个人 冷吃一声 将考尝递给了我 慢点吃 小心烫 哦 呕吐紧随着顾林话的尾音袭来 我忍不住跪倒在地 痛苦地干呕 顾林想要上前 却被陆清瑶抢先跪在地上 伸手想过来扶我 思源 滚开 别碰我 可能是这些天来 实在是被他们馋得太烦了吧 我的情绪突然就绷不住了似的 打从心底涌上一股无名火 烧得我同样红了眼眶 他妈的早干嘛去了 为了得到爱 我卑微内脸了多年 在脑子里转过无数次 都能绕地球三圈的脏话 终于在此刻出口 震的在场所有人都是一愣 我钻拳抢逼着自己不许掉眼泪 我回到陆家是一年两年吗 是十五年 我等你们接纳我 重新爱我 等了十五年 是 我比不上陆家家灿烂明媚 比不上他容易亲近 但是 我不想活得落落大方吗 是我不想不用卑微讨好 不用唯唯诺诺 就能招人喜欢吗 是他妈没人叫我 七年的缺席 我们之间必然是疏离的 陌生的 需要大量的爱和关心 才能填满 可他们已经有了一个现成的 符合他们心意的陆家家 所以 他们不愿意从头开始 再重新教养一个我 于是他们得过且过 粉饰太平 让我在这个家里 活成了锦衣玉石 却融入不进去的外人 眼泪最终还是逃离了眼眶 划过脸颊 滴落在地上 我松开了钻井的拳头 眼底重回一片死寂 滚远点吧 别再来用所谓的 忏悔和愧疚恶心我 我真的半点都不想看到你们 去他妈的对不起 我想要的 从来都是对不起 对不起 很突兀的 陆家人的最后面 响起一声不实相的道歉 红着眼眶的陆家家 走上前来 须膝慢慢在我面前跪下了 张口的瞬间 气不成声 姐 对不起 我只是不想被你抢走家人 不想被赶走 我没想害你死的 毕竟是被整个陆家 用爱宠大的姑娘 抛开那些故作董事 加深家人对我偏见的绿茶行径 严格来说 陆家家其实只对我出过一次手 就是在家人对我频繁的胃痛起了担忧 准备送我去医院检查时 将我的胃药 换成了维生素 只那一次 却从此做使了我撒谎演戏 利用家人的愧疚来争宠的事实 怪他吗 自然是怪的 但我也不能昧着良心说 全都是他害的 这点 我清楚 陆家人自己也清楚 陆家家 你该贵 但该贵的 不止你一个 不过那都不重要 因为贵了也没用 你们的忏悔 只会让我觉得恶心 哪来的什么追悔莫及 悔恨终生 没人会怀着愧疚过一生的 总能找到借口 让自己解脱 放下 就像我刚走丢时 他们那么那么愧疚 没过几年 不还是领养了陆家家 让自己好收点吗 所以 他们的愧疚 能值几个钱 他们啊 永远是在失去我的时候 才最爱我 太可笑了 不再看他们 哪怕一眼 我拽住了孤灵的衣袖 转身就走 刚迈出两步 身后却传来了大哥陆静然 带着压抑哭腔的声音 思源 再叫我一声歌吧 回家吧 求你了 脚步停下 我回过头来 看着同样跪到了地上的陆静然 歪了歪头 冷冷扯成一笑 一 这天之后 陆家人开始不再对我假惺惺的忏悔 而是一天天地 轮番跪在了顾灵家门口 求我回家 我全当看不到 只开开心心的一边话聊 一边拽着顾灵 去做我从前还没来得及做的事情 顾灵管这叫坟浅养花计划 但这计划时长有点短 只展开了两个多月 就因为我的头发全线掉光 而彻底中断 我能清晰地感受到 每一次化疗结束 我的体力和生命力 都会被抽走一部分 顾灵 你好像一直都不怎么悲伤啊 第三次化疗住院 我躺在床上摇头晃脑 用光头的反光光影 在他脸上晃着玩 我这几次化疗的结果 可都不怎么好挨 顾灵给我削着苹果 仍旧浅浅地笑 因为咱俩拼了家 也拼了坟 你生死对我挨着 所以 结果如何都没关系 我垂眸就着兔子玩偶的耳朵 扁扁唇 你最好是 门框上的玻璃窗 隐约有人脸晃动 我抬眸看去 有人快速地躲了起来 没看清脸 但我也知道是谁 因为那抽气压抑的哭声 实在是有点多怯潮 让他们滚远点吧 哭也别让我听见 fine 顾灵点了点头 却没立即起身 视线瞥了眼门口 声音微微提高了些 陆家家好像要搬出陆家了 你三哥 听说有了很严重的自残倾向 昨天见到时 手腕上全是刀口 死不了 但看着挺疼 你二哥倒是没再来 听说天天疯了似的 查胃癌治疗方案 你爸妈 我不想知道 顾灵 我静静地开口 我不知道 怎么才能算跟他们扯平 我只知道 我半点不好奇他们的结局 他们惨 我不会开心 因为他们抹消不了我的痛 他们弥补 我也不需要 因为我不相信 这家人会永远愧疚 除非他 闷 死 第六次去化疗前 下了一场出血 我卷着羊毛毯子 缩在摇椅上 顾灵在我旁边看书 脚踩着摇椅腿 一晃又一晃地哄我睡觉 我昏昏沉沉地抬了抬眼皮 落地窗外的院子里 琪琪整整跪了六个人 我伸了个懒腰 终于从毯子里出来 看向顾灵 我们去墓园看看吧 我想去看看 我的风水宝坟 顺便看看咱爸妈 认认门 最后一次化疗了 这次的结果 决定了我是后期等死 还是有了生机 这份让我遇见了你 感觉应该真的挺灵的 我想去拜拜 求他把我下辈子的运气挪一挪 不用保佑我下辈子的幸福了 保佑我这辈子能活吧 翻页的修长手指骤然一顿 顾灵垂眸拧紧了脖唇 足足停了一分多钟 才终于点了点头 再次开口时 嗓子沙哑得厉害 好 柔软的围巾围住脖梗 顾灵给我戴上去迪士尼时 买的托尔帽子 把我裹得严严实实 毛茸茸的 只露出一双眼睛 顾灵没忍住 用食指倾对了一下我的脑门 本就像个求是的我 一屁股坐在上沙发 喘了好几口气 才有力气笑出来 气负病号 你礼貌骂哥 小孩一样 忍不住 顾灵从兜里掏出根棒棒糖 拆了包装纸后 轻轻拉下我的围巾 将糖塞进了我嘴里 嗯 刚好能压住血腥气 顾灵随之 抽了茶几下的一支油性笔 丹西跪下来在我面前 轻轻展开我的手心 在上面一笔一画的写字 我扎着糖位 不明所以地冲他笑 干嘛 写手记号啊 顾灵也笑 只是笑得红了眼眶 做个记号 丢了好找 记号笔收回 一个林字躺在我的手心 我垂眸默默将手攥紧 正要松开时 一滴泪滴落在指缝 顾灵颤抖着双手 将我这只手合在掌心 额头低下来 就这么跪在那里 埋着脸 气不成声 这是相识这半年来 我第一次亲眼见到他的悲伤 陆思源 别离开我 求你 我在顾灵父母幕前 磕了个头 然后看着被我支开 站在很远处的顾灵 偷笑着说道 不好意思啊爸妈 我现在有点丑 但你们相信我 我有头发有气色的时候 真的挺漂亮的 所以请素未蒙面的您二老 保佑保佑我吧 这辈子要是能活 我就做你家儿媳妇了 要是不能活 下辈子 我停下来思考了几秒 缓了好几口气 才恢复了些力气 虚弱的笑 不管是女儿还是儿媳妇 我都是你家的人了 说着 我伸手将手心里的灵量 给了他们看 指了指旁边的空洞位 我死后会跟顾灵一个坟 来世肯定会有缘相见的 要是没缘 有这个记号 顾灵也会找到我的 墓园安安静静 飘雪无声 我微微抬起谋 越过满园的墓碑 看向了那群站着的模糊身影 是陆家人 我叫他们来的 这辈子也好 下辈子也罢 我们再也不是家人 陆思源 我好像一直没告诉你一件事 顾灵稳稳背着我 慢慢地在墓园的路上走着 我嘘嘘搂着她的脖梗 有气无力 什么 我听力蛮不错的 嗯 然后呢 眼皮有些沉 我困了 我听见你说要做我媳妇了 这回是你亲口说的 不能再耍赖了吧 我的手无力地垂了下去 顾灵的脚步猛地停住 眼眶瞬间红透 但随后 又笑了笑 迈开步子 继续走 语调仍然轻松 但声音抖得厉害 反正我做好记好了 下辈子你就算投胎成狗 我都能找到你 听见了没陆思源 你这个骗子 死骗子 陆思源 雪花飘落 落在脸颊 将眼泪都带得冰凉 风雪中 似乎有一声轻轻的回应在耳边响起 你才成狗呢